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 今天贝利亚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玩具呢? 她拿出了两个怪兽胶囊 那你们知道是什么怪兽吗? 利用这两个怪兽胶囊 可以融合变成我们今天的玩具的主角呢 那你们猜到了吗? 她就是贝利亚最强大的形态,吉尔贝利亚 这个吉尔贝利亚是杰德奥特曼最后一集的大boss呢 她还打败了超线赛罗 最后被杰德奥特曼打败了 中间这个是她作战的姿势 打开来看一下里面的玩具 这里面有她的手部零部剑 终极战斗仪 还有吉尔贝利亚的可动人偶 这是吉尔贝利亚拿着终极战斗仪的姿势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酷呢? 她全身可动的关节非常的多 比如说她的头部 可以这样子来回的转动 然后她的腰部也是可以转动的 因为可动的部分很多 所以我们可以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 比如说她拿着这个终极战斗仪 准备作战的姿势 就像这样子 头部再稍微倾斜一下 大家看是不是很酷呢? 然后她的背部有一个很大的骷髅头 还有许多尖刺 这些造型真的是做得非常的细致呢 然后她的脚部也是可以动的 比如说她的脚趾可以往上翘 太神奇了 我们可以利用她脚部的关节 可以摆出非常帅气的战斗姿势呢 大家看 这样子是不是更加好看呢? 除了终极战斗仪 她的手上和脚上都带有手刀和脚刀 这些都可以用来攻击奥特曼呢 如果你们有喜欢的造型 可以截图发到评论里面 到时候我们会给大家摆各种各样的造型呢 有了吉尔贝利亚 怎么可以少了吉尔德奥特曼呢? 让我们利用吉尔德奥特曼可动的关节 来摆一个必杀技 她的脚部应该这样子摆 那基本的姿势摆好之后 就利用到她手部的必杀技已经不见了 把它安装到吉尔德的右手上 你们知道她的必杀技叫什么名字吗?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吉尔贝利亚可动人偶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并给我们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